魏部长指出 美方日前再次宣布对台军售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魏部长强调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神圣的领土 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是中国的内政 是中国自己家里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是必然要统一 也必须统一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 而且有手段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台独是没有出路的 是必然要失败的 支持台独的 也绝不会有好下场